趁着疫情趋缓 第23届及桃毅节的季天心牙66周年庆活动 日前在天心牙内热闹举办 现场嘉宾运级 除了肯定天心牙在一家子对于南投县桃毅的种种贡献外 也赔出许多优秀桃毅家 我们的这个桃毅节 我们天心牙是在南投县桃毅镇 它具有66年的历史 可以说超过半数季的历史 天心牙过去他们的桃毅对我们整个社会 对我们南投县桃毅的推动有相当大的帮助 尤其是爱喝茶的 它所制造的这个茶杯茶壶都会长机有代表性 所以喜欢喝茶的都欢迎到我们天心来 选购这个茶杯茶壶 它的产品相当的多 在活动中也邀请摊贩前来摆摊 加上丰富的活动内容 吸引很多民众带着孩子一同了解桃毅文化 天心牙的扎根好像已经到一个程度了 我们虽然业绩没有很辉煌 但是竟然比前几年还好 那我就在想说 是不是大家渐渐知道我们天心牙在做什么 我们每年都办这样子桃毅节的活动 目的是想要连结地方 然后广为向全国的民众宣传说 我们积极有一个基础深厚的桃毅家族 新议员萧志全肯定主办单位在桃毅推动上的奉献 也希望透过活动的办理能够让更多人认识南投桃 我想天心具有相当悠久的历史 所作的桃毅可以说也是文明全神 相当多的大师都曾经来过天心来创作他的作品 所有的桃毅目前也利用这一次的周年庆来办理展览 同时也配合我们县政府文化局的相关的一些活动 在园区来做展示 欢迎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对桃毅或者文艺方面有兴趣的旅游客 乡亲也都能够找机会到天心牙这边来观赏 主办单位也表示 积极桃毅节活动将持续到月底 欢迎乡亲前来共同参与 记者邱平毅积极采访报导 华平毅 兮的 楼 可以